我是吳宗憲 我是侯沛神 歡迎大家在晚間時刻呢 欣賞由白馬王子 以及台灣第一小甜心 共同主持的節目 謝謝你 白馬 謝謝甜心 後面來了一對 他們等於是歌壇的情侶 你看我這個就是很精準了對不對 一起來歡迎歌壇情侶 兩位當中的第一位 袁維仁來囉 鹿鋼小隊 有啊 有啊 老師… 那家小雜貨店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像當年我離家是他一世吧 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髮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泥村 馬州廟裡肖像的人們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繁榮的都市 國度的小鎮 台北不是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海外在文明里的人們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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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聲 哎呀 厲害了 哎呀 憲哥 哎呀 太棒了 是 你唱了這首歌 這個等於是 中文歌曲裡面的Hotel California 講得好 有沒有看到 這首歌喔 幾乎是我問過所有的朋友裡面 就是自己影響最重要的一首 華語歌曲 真的 大家都回答這個 所以你算是我們節目裡面的常客 怎麼說 怎麼說你常來啊 一百七喔 可是我剛才還 怎麼說 我剛才在後面 來六萬多次的還問我說怎麼說 可是我剛才在後面問 另外一位特別來賓 他說他來的次數比我還多 沒有 沒有 你是載金而不再多 哎呀 漂亮 他是蝦籃 謝謝你 講得真好 趁那個賣身譜養肝丸那個傢伙 那出來 我們要先處理他 好 要不然他破門而出怎麼辦 你們兩位的交情 這個如交四季 私底下算熟了 OK啦 那幾乎我們在出道的時候 我們就彼此就認識 不過陳如您所說的 他那個人看起來有點討厭 你知道了 天蠍座的沒有人喜歡 啊 沒有那種自我的特色 是 我們趕快介紹他出來 好不好 一首歌唱完前來趕快唱 真的喔 真的喔 好 他唱了什麼 不唱 這樣那個回 對不對 怪喔 對啊 怎麼會選這個歌 回是李宿泉的歌 是 對 李宿泉有一些身影 不過我滿好奇的 他唱的都是什麼樣子 龍華 紅蝦如鑽 蛤 蛤 蛤 還是我們跳過這一段 不要 跳一下 歡迎黃國倫老師 喂 有 可怕了 可怕了 唉唷 唉唷 來了 唉唷 真的是你 你走好快啊 我走了 喂 我為大家帶來這首回 還好是歌手 有一些身影 在我的胸彎 你走啊 你走 我能唱啊 從會路轉 如此糾纏 這一天有一天 一年又一年 要勾我 不知道何時 才能向你說句話 啊 如果千山萬歲 你忘記疲倦的我 伤亡的城市 顏色會淹沒 你有你的一切 等待我的漂泊 我用我的漂泊 等待你的一切 有一些身影 安裝 在我的胸懷 Come on Give me your eye 只有三個人 你拍演唱會啊 才如此糾纏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不知道何時 不知道何時 才能向你說句話 啊 啊 啊 讚 讚 不錯 憲哥 這音 郭恩老師你好 真是 霞露相逢 霞霍霍 霍霍霍 分外眼紅啊 來… 你剛剛私底下不是這樣講的 其實我們講 講好說今天我們 不弄對方 那我們來幹嘛 對啊 我們是金冠槍男孩 謝謝… 好無聊的 兩位我想年紀也不小了 都幾歲來搞這種 憲哥 成年而完幼稚的事情 可不可以說 對… 觀眾來看 這不叫同心為民 我們每次丟手 我看的臭視力就不要這樣 真心話 你看 包括做音樂也是這樣 是 剛剛我跟這個小胖老師 因為剛好在… 有這個榮幸 邀請到他來做我的唱片 不要別這麼說 是我榮幸 不是…我是因為… 你找他做你的唱片 欸… 怎樣 欸… 太… 又出了 怎麼了 我有帶那個… 因為… 因為上一次我永遠忘不了 真的有帶就對了 我… 我看到… 安全起見還只是套著他 嘿嘿嘿嘿 都可以對他這樣 那這個… 上一次… 上一次我跟客帆… 張客帆來唱歌 我一直根根與反 因為我唱到一半 我訪問到一半 侯佩辰小姐就出去吐 這首歌本來已經賣給唱片公司 最後一波三折 他們又不要這首歌 你還好吧 你先出去一下交給我… 好 你看聽你們講這些喔 他想吐 人家真的不舒服啊 是… 我剛才有惹到他嗎 我的朋友聽你們兩個 差點就吐到半死 現在還到醫院去就診 你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你是不是我們兩個殺人 他就默默地往外就 我也一直在想說 他是因為我在 還是張客帆 所以我今天又來 如果你再吐的話 我就確定一定是性格 主要是…